很多人問我,女居的時候,究竟用什麼APP來記帳 就是很多人DM我 而這條片就要解答大家的問題 這個APP厲害了,叫Spank5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因為是我們自己寫的 為什麼會寫這個APP呢? 就是因為我發現女居的時候 很多時候,不同的交易是用不同的貨幣 例如,我女居的時候 Spotify依然是給錢,是用港幣結算 而Uber是用當地的貨幣結算 所以很多時候這些貨幣都亂了 所以有個APP去整理就會好很多 除了女居之外,我剛剛在香港租房子 我發現我這行,拍攝的開支 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開支 也都是差萬一點 希望這個APP可以很簡單的 讓大家可以入帳 即是目瞭完,燃到不同的categories 不要說那麼多 大家留意後面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 韓國首爾的弘大 你看到秋葉全部變成紅色黃色 那現在你看到這影片的時候 我在韓國旅居 這個旅居的旅程,所有東西 所有開支都會用這個APP來記錄 血腸湯午餐,兩萬七千韓元 搞定,5秒,5秒,spend 5,5秒 我們現在差不多出公測版本了 如果你想做測試用戶的話 歡迎你們試用這個APP 然後告訴我們 有什麼feedback可以改善 除了在APP運作上 我們這段時間真的遇到很多困難 很多東西都不懂 真的想找人給我們一點意見 我們把所有問題都寫在黃色的名字上 準備去倫敦,請教這位高手 GoodNotes的香港創作者和CEO,Steven 他是香港人 很高興 你們可能未必會知道GoodNotes是什麼 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個在iPad上 可以手寫筆記和整理文件的APP 無論是學生、老師還是上班族 只要你喜歡用Apple Pencil的人 你一定會聽過它的名字 GoodNotes是全球最受歡迎的筆記APP之一 多次被Apple選為年度精選 但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國際品牌 其實是由一位香港人一手一腳自己建立 而我這次很榮幸 受邀可以飛到英國倫敦參加GoodNotes的發佈會 還有機會可以親身訪問Steven 聽聽他如何一步一步做到這個國際級品牌 嘩,倫敦一段時間沒見 天氣依然如此 真的沒變過 一回來倫敦,聞到那股氣味 馬上有整個感覺 到了,應該就是這裏了 喂 歡迎你去英國 Hello,Hello,Hello,Hello 被你突襲 累不累? 好累 我們今晚有一個Welcome Dinner 是所有地方的創作者 連GoodNotes的工作人員一起去吃飯 作為一個Ian 這場合一開始都有點尷尬 Karen,Karen,Karen 你應該叫人是否很尷尬? 什麼?我不是叫,我是冷靜一點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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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一點,開始入狀態了 我真的很喜歡這些活動 因為你可以認識很多不同地方的新朋友 只需要一點熱身 我就可以滾出去 台灣的朋友,你一著我真是眼淚 乾杯 Find the similarity of four of us we all have eight of us 哈哈哈哈 Karen,走了,走了 這麼快?這麼早就走了 我真的要努力去做事 Karen說得對 我們這次是來做事的 明天才是正日 明天才 拜拜 不要知道,台灣代表 你也是啊 第一招 我們現在就要走過去GoodNotes的辦公室 大概走十分鐘左右 我們終於來到GoodNotes在倫敦的總部 嘩 去到總部的樓下會有少許搞瘡 在這個螢幕上發生 我們現在真的很期待會發生什麼事 華國 下面 下面 通常這些發佈會的旅程 都會有一天是Media Day 而今天我們上去辦公室之後 他會有些文章安排給我們 看看他的新功能 而且重頭戲 我可以和Karen一起訪問Steven 究竟一間香港的開始業 怎樣才能做到這麼大規模呢 這是很古代的 你可以仍然使用 但只能使用古代人 對 阿呦 不,我不會再使用它 我們去辦公室 對 相當性放 相當性放 哇 好詞 好詞 相當性放 我們終於來到倫敦的 辦公室 你看他們辦公室的景觀多棒 Tottenham Court Road 在鄭倫敦的市中心 嘩,我也想在這地方上班 Karen 可不可以說說你今天的外套嗎 我們兩個都配色了 是啊 我們跟著GoodNotes的顏色 我這個是有個房企的外套 有些藍色的線 是 很時尚 藍色的好處就是 你做這些發佈會 藍色的工信力少少 顏色學上 哦 是啊 那正好,填補你的工資 是啊 因為我很 哇 怎麼這麼說呢 哈哈 其實每一次參加發佈會 我會觀察到競人 跟我們的分別 就是 他們玩的時候 是真的玩得很慌 啊 但你看到今天 正經做事的時候 大家的表情 是立刻嚴肅了 完全不同 很專業 所以 要向競人學習 香港 只有兩位 Creator代表 就是我和Karen 所以我們是代表香港 一定要 Behave Ourself 還有一定要 你一定要Behave 我好Behave 我昨天是放一點 Try to be 敬人 OK 今天上來才發現 原來這一群Creators 其中一個收入來源 就是做GoodNotes的Marketplace Creator 就是他們會製作一些毛板出來 讓別人去下載 去買 他們就賺收入 聽說都挺FatFat的 Cesar 你在Marketplace My Template 你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能分享嗎 其實賺蠻多 我記得一個月好像有到 4000美金吧 4000美金 對 但是 但是我們只能拿10% 為什麼 因為他們做 對 他們拿90% 不是嗎 對 他們拿90% 我們獲得10% 我們獲得10% 我們獲得這個嗎 所以 我獲得400元 每月 美金 對 也蠻多 其實也不錯 也是一個長尾的收入 對 長尾的收入 發達 給他大戲小帶 聽不懂 發達 照顧一下小帶 沒有問題 你也是 非常誇張 Cesar說他本身成績不好 但是自從用了GoodNotes之後 成績突飛猛進 他就是改變了我做筆記的方式 真的改變人生 我從來沒有想過會考上太大 對 比如說這就是經濟學的一些東西 他說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搜尋的功能 你所有手寫的筆記 他都會認你一字出來 你說的是什麼 Monopoly Monopoly 對 所以我這邊就找到 他就會出了所有相關的筆記出來 好了 氣族來了 終於來到最重要的環節 我們要做訪問了 究竟一家香港的 Startup 怎樣才能做到這麼大規模呢 有人說那些側面好像荒謬嗎 有人說過的 我經常都覺得不是說 你的側面是高達九成 謝謝 我想問Seven 作為一個Founder 我為CEO 他已經個人習慣 覺得看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你現在看回 這麼多年 是對你造成很深遠的問題 或者對GoodNotes這間公司 造成不深遠的影響 說兩件事 一個就是 我很相信 Speed of Iteration 是重要的Quality of Iteration 包括一年時間 做到最好的最好的 功能出來 不過我們也可以 用一個月時間 做到一個 minimal viable product出來 就立即被試 接著就不停地拿 feedback 不停地 improve 我自己覺得 就是這一年時間 如果你可以試 可能超過一百次 instead of 每一次過 用一年時間 做一個最好的feature出來 那個 outcome 會更加好 眼床 如果有一天像 好像Steven 你有成功 你可不可以給兩個意見 一個就是有什麼一定要做 有什麼一定要做 就是我以自己的經驗去說 不要跟風 而是想 你適合創業的話 想一下有什麼問題 你很想解決 然後你去跟 可能會受惠到的人 去談 他是不是有這些問題 然後你跟他去 測試你的idea 現在就有一樣東西可以做的 就是 你可以跟AI拼閉 我就會 我有那個idea 又會跟AI問問他 你有沒有查了我的idea 你有什麼漏洞 其實AI會幫助到你 你剛才說你會聽podcast 你選擇 給你分享三個podcast 也都可以聽到很多 很熟悉的公司 他們內部是怎樣做 Botard Development 謝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多謝你們的訪問 我想說參加 這個活動 每一次都是新的學習 因為我拿著鏡頭到處走 我就很自在 但這些on set 有了燈擺盯盯 在那裏做訪談 我真的超級緊張 希望大家 其實你也一定看得出來的 但是 希望我的效果不錯 幸好有Karen幫忙 你很習慣這些坐盯盯說話 有一點習慣 我喜歡一些比較靜態的訪談 對 而且我看到Steven也很輕鬆 所以我也跟著一起輕鬆 除了緊張之外 這個訪談 真的學到東西 要做事的部分 拍完了 我們現在走回去酒店休息一會 接著又到晚餐 今天做事太累了 很多人都 skip dinner 包括我 直接第3日見 第3日 好 這麼快 就去到第3日了 今天就是個正日 就是GoodNotes的Launch Day 我們一瞬間 要看他們所有的一齊按鈕 把更新版的版本放上App Store 你會看到有很多香港的工作人員 你看到一些姓氏 婆 曾 女 香港人要知道 他們是一間香港的公司 2020年之前 他們的Headquarter是香港 但之後才搬進去樓盤 香港就是尖沙咀 然後就是Pottencourt 好了 現在就要準備 特製Poser App Store 神經事 一 二 三 按鈕 享受GoodNotes 你用的GoodNotes多久 八年 八年那麼久 從我高中三年級的時候 到現在 哇 你是忠實用戶 17歲 17歲到25歲 有沒有一份子的感覺 A part of the family 好 一個一百萬的問題 新的Logo跟舊的什麼分別 就是旁邊的GoGo不見了 我剛看了超久 我剛看 一百萬給他 對 這個是Logo 新的就是把這個拿掉 那這個概念是什麼 為什麼把這個GoGo不見了 是不是你當小孩子笑的時候 你是不是用我們的嬰兒肥嗎 你就怎麼把這個嬰兒肥拿走 成長了 成長了 滿好的這個概念 你的嬰兒肥也沒有了 你用了八年 現在就變老了 女士沒有老 女士很年輕 難時我們變老了 太慘了 還有他這個辦公室給老 給多 給開心 是一個很喜慶的日子 希望我們繼續努力 終有一天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這個步驟 再一次恭喜GoodNotes 成長了 其實這次GoodNotes 是迎來一個很重要的更新 這次的升級 最吸引到我的 就是這個白板的功能 它這個威波可以無限延伸 用來整理idea brainstorm東西 就最適合用了 另外它還有文字文的功能 打字都可以了 非常方便 在這條影片的最後 讓我做個GoodNotes Giveaway 我們會送出10份 6個月GoodNotes Pro 免費的訂閱 有興趣的話 在留言告訴我 你最喜歡GoodNotes有什麼功能 我們會選10位觀眾 送出這份禮物 快點留言告訴我 下條影片再見 Till next time 等我韓國女巨星的影片 Bye 閉嘲 眼影 配方 跳 酱